当初我是从后山石洞中的一处石棺中爬出来的 难道那里 猜来猜去有什么意思 走 去看看 信友 这种目的是你准备的吗 不是我准备的 设处墓地本来就存在 是师父建造的 只是后来墓碑被我刻上了字 师父在这里准备一座坟墓干什么 为何这么早准备 又为何准备得如此完整 师父 下面好像是空的 空的 确定吗 依我多年的挖坟经验 八九不离十 早点看看 不是空的 会不会是你感觉错了 我会感觉错 我谢灵飞经验丰富 下面绝对是空的 空开车 我来 你们的修为都不能破开此地 说明这里应该被师父加固过 你们都让开 我来吧 果然 二百五十镜的修为 才能刚好破开此地 所以师父都是算好的 就算之前有人发现此地 别躺开 下去看看 好多钱啊 比师父你的小金库要多很多倍 我当初怎么就没发现这里呢 我怎么会跟如此多的钱财擦身而过 神动 如果我没猜错 这些应该就是青木国的宝藏了 没想到一国的宝藏 被师父藏在了这里 怪不得将入口处理得如此眼 吃了我 师父 那里有一个盒子 看上去挺重要的 里面一定放了什么好东西 说不定是什么绝世珍宝 将包袱更上一层 打开看看 这 钥匙 这应该就是白莲仙翁口中 那枚可以打开那道门的钥匙 看来与江文胜的钥匙似乎也没什么不同 那道门的钥匙原来不止一把 不知道这枚钥匙 和江文胜的那样是 是不是一个用处 师父 不好了 莱莲仙翁逃跑了 怎么会这样 你没有派人去追捕了吗 已经让人去搜捕了 不过还没消息 地狼那么坚固 也不知道他是怎么逃出去的 现在讨论这个也毫无用处 走 先出去 对了 是 这里是 这就是青木国的宝藏啊 没想到还真在我们恶人宗 师父还真是给我们留了不少真宗之宝 而且白莲仙翁口中的那枚钥匙 我们也找到了 师兄 不好了 宿舍 不知道为什么 大量的寿潮潮 惹人都涌来了 非常恐怖啊 什么 白莲仙翁 一定是白莲仙翁 调动的寿潮 这就是在报复 没有答应他的计划 师兄 别说了 原因不重要 重要的是再有半刻中寿潮就要到了 赶紧逃吧 宝命要几个 这怎么逃 逃不了的 师兄 弟子宝霍山的出路 也发现了寿潮 现在整个个人家 已经被寿潮围困 我们都无处可逃了 行 立刻开启霍山大阵 是 我马上就去 护山大阵虽然寻药 但也不是坚固可遂 这样下去 坚持不了多久 你可知道 有什么办法吗 现在唯一的办法 就是加固护山大阵 应该能抵挡住一些时日 但是加固护山大阵的材料 也不知宗里有没有 而且加固 也不过是延长时间 还是得尽快想办法 避开寿潮的攻击 材料我自有办法 行 点燃稻香 我有东西 需要向天道阁购买 好 天道阁这种能力 绝对不是这片大陆能出现的 情而易举 并能穿过湖山大阵 寿潮从四面八方围困了恶人宗 恶人宗毕霸 逃不掉了 刘成风是你需要的人 你要不要带他离开 这要他愿意才行 我说 寿潮的寝人到底是什么 和我们一样 什么 你的意思是 只要使用区一令 寿潮就可以凭空出现 是的 就像是使用稻香 让我们可以随时出现一样 我明白了 圣人老爷们又在下棋了 柳掌门好久不见 柳掌柜 我们要在天道阁买些东西 柳掌门 你知道 天道阁的东西可不便宜 清木国的宝藏可够 柳掌门好人大波 黑暗被烈日晓妆 一马被空风吹破 领雨被我踏过 别问我是山石火 别问我是风是火 我足的是你 和面的阴落多少刻 初恋 这就是你说的 又要成为图决 先要苦苦心智 牢记经苦 现在够了吗 还不明白吗 父皇已经抛弃你的肺了 从今天起 朱爷我就帮你开启修崴子 选一把 他是世上最强的剑 好饿啊 谁能给我送点吃的 我要撤了你 人类 借你小命迷呀 不 不可能 冥冥已经和凡人无异 不不 饶我一鸣 接下来就让我见识一下 无敌剑狱 到底有多强吧 是 不是 我推荐了 我一直到 感谢观看